同学这个到这个类型体的时候 选这个数科类型 我们选到这个Word2010 D-103 这时候我们按确定 这时候他会告诉我说 我们的资料夹的程式呢 事实上就放在这个位置 好,就放在这个位置的地方 那我们就把它按右键 就直接就打开 夹完两次就可以把这个打开 好,那打开以后呢 同学先确认一下 这是103刷牙保健常识的这个练习 好 那我们快按两次 让他直接进到里面来编辑 好,那课本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就选 版面配置的这个 版面这次的大小我们选到V5 选到V5或V5JIS都可以 好,这时候我们在这个直输跟方向的部分 我们就选这个 直输横输的这部分 我们就选这个水平 这时候在蓝的部分 我们希望说只要一蓝就可以 好 然后,各位同学 你们就回到这版面配置底下的页面框线 好 因为框线它暂显无 好 代表说没有框线 好 这时候按确定 好 好 这是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我们就选这个第一行的标题文字 好 好 我们选到这第一行的标题文字 那我们希望说 在这个常用的段落 段落这里有一个叫做亚洲方式的配置 那亚洲方式是我们可以从字眼的比例 我们选到其他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直接就打这个缩放比例 就可以打120 好 好 缩放比例就只打120 好 然后这时候呢 在进阶这里 然后我们就按确定 好 好 这个是算第二个步骤 好 那我们可以在常用字型 按一个 呃 代表我们要有注音标示 嗯 这时候会开除出自音标示的 好 那大小我们就希望 在注音标示大概有7点 好 你可以选到它直接按7就可以了 7点 然后这是右侧垂线好 好 然后这个字型我们就选微软的中黑 好 我们可以选微软的正黑体 好 微软这些体 这时候 这里是右侧垂线7点 好 都没有问题 我们就按确定 好 没有确定 好 这时候这个标题 就会有注音符号 好 那 各位同学 我们大概这里 现在有一个 重点就是说 我们按这个以后 发现 很多的空白 在这里面 那我们把 希望把所有空白都去掉 好 那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选取代底下的 打一个空白 这里是什么都没有 我们选更多 我们把半型跟全型虚相符 这个把它拿掉 好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呢 好 你只要按确定以后呢 刚刚按确定 我们选全部取代 好 理议上要有96个被取代掉 好 好 这时候 我们再按关闭的时候回头来看 所有的空白都已经不见了 多余的空白 好 第四个步骤是说 要让你插入 这个 其他的符号 好 好 我们插入 螺马字体 那我们把这个有 这个 红字的部分 要改变成螺马字体 好 那这个字有点小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 好 好 那看得比较放大 那一样我们就选插入 选符号 选其他符号 对不对 那我们选这个 好 我们选到一般的文字 一般的文字 那一般的文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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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找一个叫 课本 就是说找一个叫做这个 这里写数字形式就可以 你们选到 因为我们是写数字形式 那数字形式 但是这里就是要让我们插入一个四字 那这个四字的时候 它希望我们 改成16点的字 好 那我们就一词类推 也是一样 插入 符号 其他符号 那可以 这里就可以选这个 数字 好 这就可以选3 好 所以我们可以把2 先插入进来 好 那我们可以把2呢 把它Ctrl-X 好 Ctrl-V 就可以了 好 好 再来就是 就是 我们刚刚选的这个 我们要求是要 16点的这个字 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16点的字 改成16点的字 对不对 好 好 那再来 我们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希望 就希望把所有的这个 把这个双引号加起来 我们希望要变用中刮符 一个刮符把它刮起来 好 我们希望是这样 然后呢 都把它变成我们要的字型颜色 好 那这个怎么做呢 啊 很简单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 琴字 这个先把它Copy下来 好 我们先把这个琴字 先把它Copy下来 好 然后呢 在这个取代底下呢 我们把琴字呢 改成星号 好 也就是说 只要有类似这个符号的 我们都全部把它取代掉 好 那你们如果这个完以后呢 每一个字都给它一个小刮符 好 都给它一个小刮符 那这里的话 同学 我们就可以把它 插入一个 斜线2 好 那斜线2我们意思是说 我们都要换成这个符号 好 那钻成这个符号的时候 各位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我们要注意这个中文的输入法的部分 好 比如说我们按这个全弦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希望把那个 把这个把它 好 我们打这个以后 我们往下选 好 然后这里就打一个 2 打一个2 好 那2的意思就是说 嗯 我们看 呃 之前被取代的那个星号是什么 好 就会被完全被放下来 然后这个 原来那个双引号的话 这个 线的 呃 刮斧 哦 那在这个 呃 更多的地方呢 我们告诉他说 我们要使用万用字眼 好 所以使用万用字眼 这个地方 它被打开 好 然后在格式的部分 我们告诉他说 字型的部分 我们要取代什么样的字型 哦 那字型的色彩 我们希望 把它变成 这个 蓝色的 哦 字型的部分 我们希望把它变成 蓝色的 哦 那字型的形式 我们希望它 把它变成粗体的 好 然后最后按确定 哦 啊 就 呢 呃 我们到时候 我们就在这里 就去按全部 取代掉 哦 啊 如果证券应该有9个 被取代 哦 哦 那最后我们按确定 哦 最后我们关闭 哦 好 那这样完毕以后 各位就会看到这个 所有的这个东西呢 都会被取代掉 就是只要有用这个 原来是用双引号 现在变成这种单刮符引号 把它全部都全部都被取代掉 好 各位发现这里都被弯 一个都不漏 哦 那我们呢 把它另存新档 我们只要选档案的 另存新档 好 这时候 我们把原来的D呢 改成叫A 我们把它储存起来 这时候 只要储存完毕 我们就把它关闭掉 好 把它关闭掉 这时候我们回到刚刚的评分系统 我们回到这个素科的评分的部分 这时候我们就按确定 好 这时候它就会开始把我们评分 评分以来以后 它会用文字档显示 好 你有做哪些题目有错 那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失误啦 该做的地方没做到 那可能会被扣分 那特别注意 因为及格分数70分 所以 理论上是不能有错的 那像老师做就代表说 全部就对了 好 好 我们这个单元就讲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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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